纽约州水牛城警察局长星期一说 上周六在超级市场内杀死10个人的白人少年枪手 如果逃离现场将会继续杀人 利比亚的利波利政府首路德贝巴星期二试察了该市的部分地区 而东部政府首路巴沙加已经和他的内阁离开这个城市 上海在星期二开始缓慢放松新冠疫情封锁 封锁限制已经将市内大部分人口困住超过六个礼拜 但仍然需要有效的旅行证件才能离开这个城市 利巴亂星期二公布最后选举结果 激进的真主党组织以及他们的盟友 失去了10个国会议席和大多数十几个独立人士获得了议席 马利执政军政府星期一说西方支持的军官上周企图发动政变 但未提供任何细节或证据支持有关说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